這個計算年齡怎麼計算 那首先的話年齡部分 我想要知道他幾歲的話 第一個在知道計算年齡之前的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如何了解這個所謂的日期格式 那其實日期格式比較特殊為什麼因為他裡面有年月日 放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所以按滑鼠右鍵儲存格你會發現他 他預設就會自動幫你給一個格式 那這個格式的話呢自動會幫你怎麼樣 就是用日期這個類別的格式 那實際上當然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麼事情你可以把它改回 原來的所謂的通用格式 那這個通用格式你會發現你把它改改成通用格式之後 他裡面的資料呢就會變成年月日 會變成什麼呢 一個數字這個數字的話是 兩萬五為什麼兩萬五 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數字的話呢基本上 在那個Excel裡面的日期 他的 算法是這樣的 這個兩萬五是跟什麼呢 他有個基準的日期 1900年的1月1號 這個日期 1月1號算第1天的意思 所以呢 也就是說從1900年的1月1號開始算起 算第1天嘛 1月1號 然後算到這一天為止的話 總共是兩萬五千多天 兩萬五千天 OK 那也就是說呢 日期反正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他就每一天就加1 每一天就加1 也就在Excel裡面的話呢 實際上 日期本身就是一個數字 紀錄什麼呢 紀錄 他跟1900年 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就這樣而已 也就是說以後 你只要 再把那個日期加1就加1天的意思 OK 所以1的話 只是一天喔 OK 那個有同學問說 那如果1900年的1月1號以前呢 特別是 Excel不管 因為Excel他不管歷史 1900以前 都不是他的 他 不是他的事情 所以特別注意 他是從1900年1月1號開始算起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今天 遇到一個狀況 按確定你會發現他就變成2萬5 也就是他裡面原來放這些資料 那為什麼會看起來像年月日 其實他本身就是幫你加一個日期格式 按確定 有沒有這個格式來出來 第一個大概 這個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要算年齡必須要 跟今天相比 那今天的話你可以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有一個類別叫日期 日期裡面的話各位可以找到 這邊有個叫 today 有沒有 today的話呢 就是傳回今天的日期 就按確定 那不需要引述啦 因為他自己抓電腦日期 有沒有 2020 的5月7號 那所以我們應該什麼 把這一天 減到這一天 幫我算出來 他總共差幾年 不過特別注意 這要怎麼算年 大概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 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特別注意 理論上他這個 計算年齡 或者計算相差幾個月 的那個 函數應該會在這個表裡面有 可是 等一下會用到這個函數 他比較特殊 因為呢 他會有專利 他這個專利是以前的 其他軟體的專利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它放在清單裡面 所以這個清單裡面找不到 但是你可以藉由另外一個方法用自己打的 那怎麼打 特別注意喔 那個函數 我們先取消一下 你 待會呢 要用那個函數 名稱叫做等於什麼 叫做 後面名稱叫 DIF 錢刮壺 那特別注意喔 DIF 這個函數啦 主要用這個函數非常非常重要 舉凡就是你要算年齡 算相差幾個月 算相差幾天是不用啊 幾天因為兩個互相撿就好了 主要是算相差幾年幾個 或者幾個月 可以用這個函數 那他後面的刮壺後面需要給他三個參數 所以第一個參數他 你必須給他 比較前面的日期 就是生日 OK 意思說你幫我從這一天開始算喔 逗點 第二個你要給他是 你要算到哪一天為止 算到今天為止 那特別主要今天的話呢 我們這邊沒有儲存格是今天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剛剛用的那個函數 叫today所以直接打在這裡 那today後面記得加個小刮壺 因為他裡面不需要放任何引數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直接 小刮壺空白就好 因為裡面不需要加這個意思就是 他會直接去抓你現在電腦的日期 OK 逗點 第3個 跟他講說 那你幫我比較這兩個日期的年喔 相差幾年所以相差幾年的話記得你可以用雙引號 加一個y 再加一個雙引號 意思說你要幫我在這邊喔 計算的是 這兩個日期相差幾年年的話一二嘛 一二他簡稱就y 那當然顧名思義如果相差幾個月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m就好了 相差幾個 一month嘛 OK 那如果相差幾天的話你就d就可以了 ymd OK 後面後刮壺就可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動作 dative 前面日期逗點 今天日期逗點 我要比較相差幾年 按 打勾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不過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他回來的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年月日 其實主要原因是格式啦 所以按右鍵除了格式 假如 我剛是不是改過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沒關係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格式按確定 改回來就對了 51 那最後的話當然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他這個年齡最好是51後面一個單位叫51稅好了 那51稅要 怎麼 讓他變成51稅喔 其實有幾個方法啊 你不如 第一個方法是什麼 直接後面加一個and什麼 and然後加一個什麼稅 OK你就把這個稅 打上去 OK 也就是說我要51 然後後面加個稅 and一個字 OK打個勾 51稅 向下填滿 這樣就全部OK了 全部都幫你計算完畢了 不然的話以前如果 你假如不會用dadif的話 算這個稅的話 那算多久 OK所以特別之外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而且以後你們應該也會 在很多地方會需要用到OK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第一個方法你可以用and稅 把 稅的單位加在後面 當然除了這個方法之外的話 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如果在雲端上加了 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用格式的方式來加 這個 把通用格式改為自定 然後呢 你選擇這個零 零的話表示是一個數字 數字就是他的年紀 後面的直接不用and 直接在 零的後面加個稅就可以了 OK按個確定 這樣也是51歲 向下填滿 OK 那也可以做出結果 不過你想說 那兩者有什麼差別 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剛剛這個方法 他其實只是什麼 格式上的變化 意思說他表面上是 你看到是51歲 可是存在 儲存格裡面還是51 並沒有變化 那如果剛剛那個and的稅的話 存在儲存格裡面就是51歲 OK兩者是不一樣 一個是存什麼 存51的數字 另外剛剛那個方法是 51歲的文字 兩個結果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是比較建議 你們用這個方法 所以請各位待會試一下 第一個 先用那個datif 這一串 然後 第二個的話呢 再按滑鼠 右鍵 儲存格式 制定一下 把它改成這樣子 那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雲端白板上面我記得好像也有放 所以你可以在 雲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這個 說明第五個單元 然後我剛剛公式這邊也有了 然後格式的話這邊也有 零稅 OK 其他的話公式我待會再講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這個計算 年齡的部分 我ased 好 摔線 或者 最後